美国和英国的导弹系统将挑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火爆主导地位 美国和英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几套中程导弹系统 当炮依然是俄罗斯的战争之神 俄罗斯人利用他们的数量更多的火箭发射器和火爆 在乌克兰的城镇和防线上进行袭击 火炮不仅具有明显的破坏力 而且对敌人的射击也有深刻的损害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人不仅拥有占优势的火炮和火箭系统 他们还能够超越乌克兰对手的射程 射程对于炮兵来说具有巨大的意义 因此炮兵们接受训练时 一旦完成对目标的射击任务 就迅速离开射击位置撤离 他们知道敌人的雷达设计设备可以追踪到炮弹的来源 将计算出对他们的定位 如果敌人的火炮比你的射程更远 他们能打到你 但你却打不到他们 火炮的这种武器的使用 正在从一种依靠炮级的饱和度 转变成为一种精确的摧毁目标的武器 为了有效的工作 炮手不仅需要能够利用侦察 定位他们的目标 如今通常是有无人机和飞机提供 而且要用尽可能少的炮弹 集中目标 居然一发就够了 为什么还要用50发呢 精度和射程的这些重要因素 使乌克兰军队及获得经过能多的 紧缺的长城火炮和系统的原因 他们非常高兴地求美获得了 90门优秀的M777火炮 他们还求加拿大获得一些 被证明有效的火炮 但没有那个系统 比HIMA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更可怕 英国已经宣布将向乌克兰捐赠 其中的一部分 乌克兰如此强烈要求 获得这些系统的原因是 为了达到比他们的 目前拥有的火炮 能更远地达到 俄罗斯防线后的位置 许多版本的HIMA火箭弹中 有些射程可达300公里 美国人非常清楚 远程火炮的意义 尤其是HIMA的火炮系统 所以美国不愿意提供 非常远的火炮给乌克兰 因此乌克兰将不会 会得到射程190公里的英里的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ATAM-4M射 这可能会诱使乌克兰的军队 指挥官对俄罗斯本身的 供应基地或总部下手